在事业店这台排气馆的话呢肯定将你换一条了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事业店和修理厂两个修车里面有什么不同 首先事业店和修理厂的客户群体的有所差异 首先在事业店修的车是整新车和整年份不是很老的车 事业店压求的是稳定为客户和为自己的工位省时间 比如说这台排气馆我们在这里刮就已经浪费了我们的客户和我们的员工大把的时间 就算我们清洗是再干净装进的话也不能保证它百分之百是好的 这台排气馆清洗专业没几个月又出现故障 那么事业店有可能就会被投诉影响他们的品牌形象 事业店首先考虑的是稳定而不是价格 试想下一台车在你这里买三两个月又往你这里跑一趟 那么客户肯定是不满意的 在外面修理厂一般都考虑性价比 试想一下这台车他两万块钱换一个三千块就要一万多 这个时候客户肯定是不愿意的 在修理厂如果我们觉得这条排气馆洗一下可能还能用两三年 只要我们觉得有这个可能 那么我们就愿意去尝试一下 这样子我们能赚一千几百块钱的工资费 而且还一费客户省了一万多块钱 很多车主他真的不在乎这一两万块钱 他只要求他的车能稳定的使用 所以这一类的客户的一般都是去事业店 因为去事业店事业店的话会把他已经快 或者准备快 或有可能快的零件都会给他更换 如果去修厂的话 大多事业厂只把他已经快的零件更换 所以说很多事业厂的理念 也不适合事业店的车主 如果修厂像事业店那样把准备快 或者有可能快的零件都给他通通更换 那么很多车主也是不愿意接受的 所以说两个两种修车模式的话 没有哪个好哪个快 这个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客户来 我们自己的客户需要什么需求 那么我们我们就要提供哪一种服务 找 habe 有 noch in 我们 我们 都是